富貴滿堂春 第二集 這一幅作品最主要的重點在於牡丹花 尤其是開紅色花朵的牡丹花 在新春的季節裡 覺得更是喜氣洋洋很合乎時節 這個紅色的在我們這個傳統上 都是屬於比較吉利的 像過年花紅包啊 寫紅色的春年 貼紅色的春年 這個都是一種吉祥的意思 那盆子下面擺了一塊起始 另外它的旁邊有佛手竿 靈枝 鞭炮 還有靈角 另外還有一盆春藍 再來就是一盆松樹的盆栽 像這些都是屬於一種吉祥的擺設 這種畫也稱作睡昭清宮圖 畫面都是畫一些比較具有吉祥意義的畫 尤其是在這個新春的時候 所謂的清宮 睡昭清宮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擺設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畫在國畫上 叫做睡昭清宮圖 那這一幅畫呢 起名為富貴滿堂春 因為畫的重點是在牡丹 牡丹佔的分量也比較多 接著我們這個顏色呢 花青沾多一點 底間再沾末 我們再畫這個下面那一層的這個 這個牡丹的葉子 那這樣的牡丹的葉子就有三個層次 要特別小心的是 我們原料不要跟末一起調 花會一般取決於顏色的色調變化 所以在調顏色的時候 沾末的時候一定要很注意 除了特定需要去調末外 一般都是我們筆尖直接沾末 但是不整個去調它 而是稍微筆尖一下然後去畫 讓這個筆啊有漸層的這個色調出來 現在是調朱標跟末 我們來畫這個牡丹木質的部分 牡丹花是 底下的地方是木本 然後金蓮剛長出來的 是屬於草本 所以它是木本跟草本結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再來準備畫花苞 這個花苞是花瓣已經剁出來了 我只用藍色和黑色去變成暗色的 我用這個色調去畫花苞 然後用刷刷刷 繼續畫苞花苞 由於牡丹的花比較大朵 所以它的花苞呢 也要比較圓滿一點 不能畫得太瘦 這是花苞的這個特徵 因為灰灰胖胖的花苞 才能夠開出那麼大朵的牡丹花 如果畫得太瘦的話 根本不可能開成那麼大朵的牡丹 所以我們必須去觀察牡丹的生態 了解它整個的自然的生態 跟發揮的結構 這樣你畫牡丹的時候 用筆啊才會很有自信 因為至少你畫的時候 絕對不會去畫錯 不會心虛 畫血液的花繪 最重要的是 用筆要乾脆肯定 可以用快狠準來形容 畫血液花繪的韻筆 如果對牡丹不了解 你絕對不肯定的把它畫出來 我們再添加牡丹的花托跟餓片 那這一朵也是一樣 在餓片 The Chinese call heaven and man one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花包下面的嫩葉子 先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就是要補它的這個草本的枝幹 而且要對接到這個木本的枝幹的位置 自己開的這個大的牡丹花 這個一定要對著花的中心點長出來 接著我們再來補它的葉餅 我們要把這個三叉九葉把它畫出來 現在在家的這個花包 它是這個花拖把它包起來 還沒有裂開來 所以這個我們用綠色的畫它的花包 緊接著再畫它的這個剛長出來的嫩葉 再把枝幹接好 它剛長出來所以長得比較短一點 這個都是要觀察 入圍 然後才能夠真實的表現 藝術就是一個真善美的結合 要合乎真 要合乎善就是好的 要合乎美 要三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調洋紅 加一點末 稍微偏紅一點 我們來鍋熱 嫩的葉子的葉脈 這個都要趁著這個 葉子的這個顏色還未乾之前 就要趕快加 假如說天氣太乾燥了 或者是你畫的速度太慢了 那一定要事先就馬上加 這樣才能夠讓葉脈跟葉子融為一體 葉脈在鍋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它生長的這個方向 有時候葉脈可以修飾一下 葉子的生長的方向 再來調深一點的 黑色多一點 我們現在鍋的就是比較綠色的這個葉子 那這個帶黑色的這個葉子呢 我們更是要用融幕來鍋了 把葉脈鍋出來之後 這個葉子就變得比較有精神 鍋葉脈的時候這個線條要融合 因為牡丹花的葉子啊 它很融合 它不會很剛硬 它不像玫瑰花那麼平那麼硬帶格子 它是很融合 所以牡丹花花開得很大 它的葉子又很融合 所以整個的氣質表現出來是 雍龍滑貴 像這個兩朵這個剛剛加的這個地方呢 因為兩朵花很接近 所以我們在那個地方再補一點綠葉 一方面把這兩朵花之間 再把它分開來 然後覺得哪個地方葉子還不夠 我們可以再稍微 再增加襯托出來 像這個花的地方 然後我們把綠葉加出來 襯托出花的這個姿態 牡丹要綠葉襯 當然啦 加的這個葉子一定要合理 就是它生長出來的話 能夠到達的地方 那再來我們再調深一點的 底下的地方 由於剛剛添了就覺得太平 所以我們再補一些葉子 破掉底下葉子太平的感覺 接著我們再來沾末 趕快來加它的葉脈 葉脈都是要在葉子的顏色 還未乾的時候就加上去 然後比較嫩的葉子 我們再多調一點洋紅 變成暗紅色 現在再補剛剛畫的這個嫩葉 這個葉脈 這就是極部修飾 一股畫就是要不斷地修飾 到完美 請繼續看 下部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